今天開拆我手裡這台頂喬 M40 這個品牌的背景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重點它是一台 5G 手機 外觀設計方面和華為 Mate 40 是一毛一樣 配置上還是秉持著低配高價的原則 天機1000 加 60Hz 周冬與 1080p 的屏幕 在如今瘋狂內捲的手機市場里 也就華為敢這麼幹了 操作系統我問了客服 給我的答案是安卓 在實際體驗上基本和鴻紋是一致的 我買它純屬好奇 除了套娃的外觀 內部結構上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畢竟換了聯發科的芯片群 為此我還特意花了 3600 買了這台二手的 Mate 40 走吧 我們一起拆開看看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為雙 Nano SIM 設計 支持華為的 NM 卡擴展存儲 金屬加塑料材質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三明治結構從後蓋入手 90 攝氏度加熱三分鐘後 果然非常緊 看來粘膠的方案和華為 Mate 40 是一致的 只能用更薄的鐵片強行堆進去 並劃開底部的部分粘膠 隨後沿四周簡單的劃開粘膠分離後蓋 後蓋內側的設計和華為 Mate 40 是一致的 都是玻璃材質 第三步 拆卸主板部分 主體部分對比 Mate 40 整體布局基本一致 就是頂橋 M40 的主攝尺寸明顯小了不少 也有人說頂橋 M40 對標的是華為 Mate 40e 因為從後攝參數上來講 兩者是一致的 我們繼續卸下固定主板蓋板的 12 顆螺絲 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細節設計兩者一致 上方為 NFC 線圈 中間為無線充電線圈 蓋板上集成了色溫傳感器 閃光燈和激光對焦模組 背面的觸點也都保持一致 現在再來看一下主體部分的差異 頂橋主攝的周圍加了一圈金屬外殼 以此來和 Mate 40 保持一致的 PCB 開孔 40e 應該也是這樣的結構 另外就是電池的絲印也做了變更 繼續挑開電池 BTB 斷電 在依次斷開剩下的所有 BTB 和同軸線接口 取出所有攝像頭 參數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實際的樣裝表現 主攝整體的表現 不管是風景建築還是人像 完全不是 Mate 40 的對手 你像這張逆光人像 要么是人無其黑 要么背景過爆 顯然 HDR 的能力是不足的 順光下的人像 拍好了的效果還算不錯 就是會經常對不上焦 而且逆光和室內等各種場景下 都有對不上焦的問題 這個體驗基本屬於硬件原生態 另外高光壓制的能力也明顯不足 稍暗的環境下 主攝的表現基本屬於沒法看 反倒是前攝自拍的表現相對更好一些 雖說磨皮採用了暴力模糊算法 但至少這個膚色還是能接受的 就是逆光的場景和主攝一樣都是黑臉 整體影像的表現基本屬於放飛自我 你說它沒算法吧 它至少還有個美顏 你說它有吧 HDR 的表現實在是沒法看 關於影像 我們就說到這兒 繼續往下拆 卸下一顆固定主板的螺絲 取出主板 兩塊主板都是單層設計 整個PCB 至少從外觀來看 設計是基本一致的 SoC 處也都有散熱規矩 挑開屏蔽罩 清理完內側的規矩 可以看到 兩者的芯片佈局也基本一致 個別芯片的佈局還是會有些差異 畢竟更換了聯發科的芯片 頂橋 M40 採用了海力士 LPDDR5 的 RAM 下方是天機千加 旁邊則是凱夏 UFS 3.1 的 ROM 突然發現頂橋和華為的主板尺寸和接口大小位置完全一致 我就忍不住把華為 Mate 40 的主板和後攝放到頂橋的機身內 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使用 誒 震了一下 看來是開機了 但是這個屏幕沒顯示 等了一分鐘 還是沒有 應該是屏幕驅動有差異 畢竟頂橋的是 60Hz 屏幕 華為的是 90Hz 我又試了一下把頂橋的主板和後攝裝到華為的機身內 開機 誒 亮了 誒 又滅了 至少是出了幾秒LOGO 到底是爸爸 這個權限顯然要更高一點 我們繼續拆上半部分剩下的組件 取出先進的 3.5mm 耳機孔 接著取出聽筒 集成揚聲器的常規尺寸 這兩個部件和 Mate 40 完全一致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固定喇叭 Box 和副板蓋板的 11 顆螺絲 取出蓋板 挑開所有的 BTB 和同軸線接口即可取出副板 副板機身有 SIM 卡槽和麥克風 取出 Type-C 接口排線 內側沒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只有一個塑料圈 拉出同軸線 取出天線小板 Laba Box 來自 AAC 瑞生科技 尺寸看圖 馬達是 Z 軸的線性馬達 不過這種圓形的馬達 有些日子沒見到了 小結一波 副板部分幾個零部件的結構基本一致 差異在於副板的供應商不同 頂橋是方正 華為來自見底 第五步 拆卸電池 快拆口設計 電池容量 4200mAh 生產商是德賽 ATL電芯 華為供應商是新旺達 從外部體積來看 兩者的電池應該是同一個設計方案 最後一步拆屏幕 加熱後用拆機片分離 兩者屏幕的結構設計 基本看起來是一樣的 都是周冬與排列 只不過頂橋是60Hz 供應商方面應該都是出自京東方了 撕開下方的貼紙 兩者驅動部分的布局和芯片完全一致 都是心思的觸摸方案 剩下的中框部分 整體設計也基本一致 仔細觀察後上方的兩個環境光傳感器不同 比較讓我驚訝的是這個超薄屏下指紋 頂橋M40的識別面積居然比華為Mate40的要小不少 這是我完全沒想到的 真是能省則省 上方只有一片散熱膜 沒看到均熱板 還是照例測個遊戲 室溫25 射速度下 滿足60幀的 王者和吃雞肯定不在話下 但上限也就只能到這了 原神的平均幀率是37.2fps 但是機身溫度已經起飛了 顯然是沒有做什麼優化 好了拆解就到這裡 整機僅有一種共24顆螺絲 眾絲歸位 並且委員會認定 诶 怎么不开机了 卧槽 估计两个主板装反了 实在是太像了 继续重装一次 完美开机 这么拆下来 两者的内部结构算是高度相似 至于这款顶桥M40值不值得买 我肯定是强烈不推荐的 毕竟3999 的售价 你非习惯用华为的系统买个荣耀Magic 4 他不想 不过话说回来 华为这波操作还是很扫的 但凡关注数码的线上用户 应该都不会购买 可线下用户 看到这个经典的外观设计 熟悉的操作系统 关键它支持5G 仅售3999 这个行动指数 你别说还是挺高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肉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